喂 喂 你好 我找周先生 你好 我就是 周先生 我是早上有跟你聯絡 你在網路上參加那個 抽獎活動 你說中午聯絡 你可能剛好中午 沒有接到電話 對 不好意思 好 那我快速跟你核對一下 您當時曾記的區域 是花蓮縣瑞瑞鄉 對不對 對的 然後E-mail是 Z-H-O-U-D-A-K-E 小老鼠 Z-U-O-L-A Z-O-M 對嗎 對的 對齁 好 那 剛時候我們禮券就會寄送到 這個信箱 你記得去點 那 我們會有收視的統計 您有在電視上或網路上面 有沒有看過我們那個 右腦圖像733 好像有看過電視廣告 有看過電視廣告 對 看過一次還是有兩三次呢 應該還蠻多次的吧 蠻多次的齁 好喔 謝謝您的收看 我們就是有播出像什麼恐龍 是呆頭呆腦的野獸 恐龍的英文叫呆腦 所以呆那手的記憶方式 對不對 不記得啦 反正就是用很簡單的方法做諧音吧 好 那那個 我們回電手機是0920的這支電話 有在使用室內電話嗎 有欸 有喔 那那個 室內電話是多少號呢 你 你現在是什麼機構 然後要我室內電話做什麼 你沒給我講清楚 就是電視上播出 幼腦圖像學英文啊 不是知道嗎 喔你們是幼腦圖像學英文的機構 對 然後你說的禮卷要寄給我 是寄到電子信箱中嗎 你體驗完 會寄到你的電子信箱 到時候可以去領取兌換這樣子 領取全年的一萬塊金兌換券嗎 不是 是你第一 你第一階段全年一萬元禮卷 那個是體驗完 會幫你排序抽獎 那如果那個後續有獲獎的話 都會做二次的通知聯絡 好 那現在我要做什麼呢 你另外一萬元的禮卷 我們會幫你排序那個教學體驗 你真心你都沒看活動那種辦法喔 我就是跳出來這麼一個廣告 我就去點擊了一下 對 所以你都沒有看一下這樣子喔 我就是看有一萬塊錢全年福利金 我才去點擊的 那現在活動內容你清楚嗎 忘了 蛤 忘了不記得裡面說什麼 只看到有全年福利金一萬塊 我說現在我剛剛跟您說活動的內容 你這樣子有沒有清楚 我不知道什麼活動 你給我講什麼活動了嗎 就是 就是 好 那我再做一遍 就是你這一次的活動 就是有一個 你勾選英文 交學相關的體驗 體驗完之後 會幫你排序 這個全年一萬元禮卷的抽獎 那因為你是另外收到禮卷喔 所以我們是通電話優先通知 所以 那個 到時候體驗完那個禮卷 記得去你的email裡去 這樣子 那後續如果有全聯 那個禮卷有抽獎收到的話 都會做二次的通知聯絡 這樣子的活動內容有清楚嗎 你剛才說的那個郵箱 是我的郵箱 你說會寄到郵箱中 然後現在這個禮卷 跟那個禮卷是同一個禮卷嗎 100元的7禮卷 會寄到你的email信箱 好 那我等你寄給我 對 就是體驗完會寄送到你的email信箱 所以我們現在幫你排序 那個教學的體驗 現在要開始教學了嗎 上言文課了嗎 不是現在啊 我是說我們現在要幫你排序體驗 我們是總級啊 體驗什麼東西 那你這邊 即安 就是我們會有老師跟你分享 右腦圖像733 學英文的教學的方法 喔 線上的 線下的 線上的 就是電話線上的體驗 就是會有老師打電話給你 跟你分享輕鬆又好學的方法 讓你知道怎麼樣輕鬆 把英文學好學會 不是透過網站嗎 不是 所以就沒有畫面的 畫面我們這次都播很多了 我們這次電話體驗是因為有特別公開一個大學招 我們老師會跟你分享一個兩分鐘 可以讓你看到超過六七百個字以上 會拼會念會讀會寫的方法 這樣子有清楚嗎 所以老師會花兩分鐘打電話給我 然後講一下他的方法是嗎 不是花兩分鐘 體驗是十五二十分鐘 只是他會送你一個兩分鐘可以讓你看到超過六七百個字 會拼會念會讀會寫的方法 所以是需要打我家的座基電話 然後給我講十五分鐘 我們只是問你說你哪一支電話比較聯絡方便 因為有些人他會覺得他在家裡可以撥打室內電話 或者是有第二支手機 因為你後續不管是體驗 或者是有獲獎的通知都會跟您做聯絡啊 我已經登記了一支電話號碼是 092093524這支號碼 就OK了就可以找到我 你說什麼 你現在打的這支電話就是我的電話 對 所以你沒有其他方便聯絡的電話嗎 我還有十多個電話 但是那些電話沒必要使用 所以你主要是用這支電話碼嗎 對 好 那你這邊登記四十歲是屬狗還是屬名呢 屬猴呢 屬猴 好的 那體驗的部分英文能力可以提升 你主要是用在自己身上 還是用在家裡有小朋友 要用在小朋友身上嗎 我小朋友他不太想學英文 沒有英文環境 小朋友不太想學英文喔 對 他覺得怪怪的 沒有這個環境 對 他現在是幾年級啊 現在中班 幼兒園 中班 OK 所以中班還沒有接觸英文 或是他不喜歡英文 這樣子 他有接觸台語 但是英文的話興趣不大 興趣不大 對 那爸爸要幫他注意喔 因為孩子 我們台灣明年 後年就成為雙語國家了 孩子以後是一定會接觸到英文的 那爸爸自己本身工作會用在英文嗎 很少 多少喔 好的 那所以如果第一順位爸爸是主要是希望用在自己的工作上 是嗎 沒有 我只是看到廣告 我就隨手 點一下 離我手指頭最近的那個按鈕 對啊 爸爸你這樣講 我也覺得很傷心耶 昨天那個 我是看那個廣告上面有什麼福利金 我就點啊點啊點 所以就快速的作答 我是說 你這樣講 我們很傷心 因為你登記的活動 我們只是總機充值你好消息 另外收到理券 可是感覺你都活動內容自己都沒有看清楚 我只看到那一萬塊錢全年福利金呢 所以我現在不知道你們是怎麼可以玩法 對 沒有啦 就是 他說我中獎了呀 說我全部答對了呀 所以你自己會想要提升英文能力嗎 因為你想提升我們就幫你排去 我沒有真的想提升的 我只是想提升我的錢包的容量 所以聽說有一萬塊錢福利金 這樣就是要先提升你的英文的能力程度啊 沒有沒有沒有 我昨天看到的是那個廣告上面 說有一萬塊錢全年福利金 然後我就一直在回答問題 但是你這邊好像只對英文有興趣 一定的跟我講英文的事情 理解理解 那這邊這樣要幫你排去幾天嗎 電話的線上的我不如自己找影片看看就好了 就找什麼 找影片看人家講十分鐘英文應該都差不多 應該不需要找什麼誘老學習英文 找影片看看 對 那所以不用幫你排去體驗 不用不用不用 感謝你 然後有優惠卷就寄給我 沒有優惠卷就算了 沒有關係 反正就是一個廣告而已 對 那你下次還是登記要看一下活動 好不好 不要了不要了 節約你們的電話費好了 好 感謝你 拜拜 拜拜 昨天填的那個網上的問卷 今天就接到電話了 然後他說的那個郵箱地址是 周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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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在網絡上常用的假名 是專門 專門給騙子用的 就是只要是騙子聯絡我 問我的個人資料 我都選周大可 好了 所以大家對這套 營銷手法有概念了吧 所以 希望大家在網上看到各種 各種什麼 抽獎啊 答題得獎啊 恭喜你獲得什麼什麼獎的 廣告 不要相信他們 他們只是收集個人資料 然後給你推銷其他東西 好 感謝大家收看 拜拜